大家好 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今天带你看这套房子比较特别 我给他取了个绰号 叫做澳洲版的四合院 因为它在房子中心有一个花园 看上去很像我们老北京的四合院 OK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 首先你一如你眼帘的是 一排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样一个热带植物园的感觉 那我听屋主说的话 他是有请了专门的这种热带植物的园艺专家 来帮他安排的这样一个花园 大家都知道昆斯兰是一个比较热带的 亚热带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屋主比较喜欢把这个花园 引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说一路过来 全部是这样一种花园的这种感觉 让人感觉到鸟语花香 走进来的时候 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豪华 比较低调的一个展现了自己 大门在这边 我们过去的话你就能看到 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走廊 OK 这个走廊是一个整个房子的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 因为他的这个两排玻璃窗都是从上一直到下面的这个大玻璃窗 他的自然的光会进来 而且可以通风 可以对流 OK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两层的 五个房间 三套位于两个车库 土地面积非常大 要达到902平方米 在新里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OK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 我本人觉得这个主人套间是这个房子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 因为他的主人套间整个面积非常非常之大 OK 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是一个洋人老太太她住在这边 所以他把这个主人套间为了他起居的方便 把它放在了一个楼下 这样一个设计呢 对老年人或者家里有老年人的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OK 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 整个房间给人的感觉是游刃有余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说你每天早上睡在这边拉开窗帘 你能看到那面一个植物墙 他自己做了一个整个房子中心的一个garden 为什么我叫他是一个澳洲版的一个四合院呢 因为他们像我们北京那个四合院 都有当中有一个街心的一个区域的 有一个花园一个共用的一个地方 那他这个设计有一点这种感觉 所以我往里面走的话是走入是衣柜 那楼下有一个套间 所以出来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私人花园 那屋主完全是按照他的个人的一个喜好 来设计的这栋房子 屋主住在这边的时候是很喜欢这种热带 这昆士兰热带植物园的感觉 所以他把这个植物园的这个景色 给融到自己的房子里面了 那我刚刚讲了这边这个走道 整个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好 你把这个窗开出来 它这个风非常的对流 然后整个亮光 把房子的整个亮光给它提起来了 再往这边走的话 你整个感觉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family room 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功能的一个厅了 你可以在这边看电视 可以在这边会客 然后吃饭是在这边 整个厨房在那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家庭来娱乐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室内外它结合的也非常好 这边一共有123455扇很大的一个落地窗了 那它这样设计的话 它可以很好地把这个后院利用到最极致 后院它有一个很四方的一个很隐秘的一个自己的 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私人花园在这边 地也是非常的平坦 而且在昆士兰的话 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你能买到north facing 就是说朝北的这样一个花园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朝向 因为你一天都会有很充足的阳光在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凉亭 你这边可以看看书啊喝咖啡 非常非常的凉快了 这个阵阵的凉风吹过来 然后它整个这边的厅是 它走的是一个教堂式的一个地方 这casite ceiling 英文叫casite ceiling 它就会感觉给人很宽阔的感觉 没有那么压抑了高挑的顶 而且带有中央空调 整个房子带有中央空调 厨房也是大量的空间了 你有很多的space在这边 那喜欢烹饪的朋友们 看着自己的私家花园 然后在这边做个菜 感觉会非常的好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楼上 OK首先楼上的话 它也是秉承了这个整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感觉了 你看它用的这个打玻璃面的窗户 就是为了把这个自然的采光 给它引进来 楼上它本身有一个休闲区 一般的房子就是老式一点的房子 大自然的感觉融位一体 因为窗户如果很窄 整个房间就会比较暗 然后你这个景色就引不进来 所以它这个设计我非常的喜欢 还有它楼上的话 它是四个房间共用这一套卫浴了 好了谢谢你观看六一期的欧文 带你看布里斯文地展 这套房子56号等级的水Sunny Bank 是属于Sunny Bank 一属一属二的地段 周围的邻居都很漂亮 是非常高档的一个社区了 那么我们会在12月1号 星期天的早上11点准时拍卖这套房产 希望能与你会面